一般做面包的配料都有一定的比率 按我自己认为 好吃和虾琢磨出的经验是 高筋粉500克 汤中150克 鸡蛋一枚 气砂糖30-50克 盐3-5克 铅牛奶50克 和奶粉20克 活性干酵母3克 最后 和面的软度要由水来控制 水大约是30-50克 还有黄油50克 一般按这个比率来配料 无论从口感 香气或软度上来讲 我个人认为 都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步骤 就是和面 在这一环节上 一定要下大的功夫 在进行基础发酵之前 一定要把面团的尽力 足够的展露出来 使之柔韧 滋润 光景 用后油仿和面 在最后用油时 一定要揉均匀 一点都不可马虎 然后才可以进行基础发酵 下面 我把最近自己制作面包的全过程 大略的介绍给朋友们 供大家参考 家庭面包的做法步骤 一 所有食材 主料 高筋面粉 450克 汤酥160克 细砂糖40克 盐5克 活性肝酵母3克 清水100克 黄油50克 煮 此配方 未放鸡蛋 配料 马苏里拉奶酪30克 香葱20克 肉肠6根360克 花叶生菜50克 羊猪力15克 芥末酱适量 番茄酱适量 鸡蛋一枚 2 面粉 汤重 砂糖 盐混合 用温水泡开时刻砂糖放入酵母 用酵母水和牛奶和面 揉成面团而取出 3 在按板上把面团而揉至出筋 然后加入黄油继续进行揉索 滋润 光滑 揉润为止 用时大约10分钟 最后用碟折法揉成面团而 4 把面团而放入钢盆内 5 钢盆而蒙上保鲜膜 6 把钢盆置入40度 事先预热好的蒸锅内 7 盖上锅盘开始基础发酵 用时大约2小时 8 两小时后 面团而发起大约2倍到2倍半大 9 用手指摘水插入 以不反弹为标准 基础发酵完成 10 把发好的面团而 放在案板上按压排气 用折叠把最后滚成长条 11 揪成剂子 滚圆待用 12 用面团而开始做面包坯 11 第一炉 我是搓的条儿 13 折叠后里面放的肉肠 当时有急事 家里养的狗在威胁路过 我家门前的邻居 忙忙刀刀做得不太美观 呵呵 粗糙的羞汉 14 加工第二个品种 先把面团而擀成片 15 然后卷起来 16 卷好后用薄刀片 在面包坯上 斜招划几道口 17 18 制作的同时 第一炉已在40度的炉温里进行刑发 19 刑发好的批料取出 再批料上涂蛋液 然后撒一些黑胡椒碎 这是咸味儿的香肠面包 20 炉温预热后 掉到180度烤15分钟变好 21 然后进行第二炉的批料刑发 22 23 第二炉批料行发好取出涂蛋液 24 在批料的高口处撒上香葱 在香葱上再撒上奶老司 炉温180度烤 12分钟 然后把烤盘移往烤箱的上一层 再用集火烤3分钟取出完成 25 奶酪香葱面包出炉了 26 烤了两个热狗面包 准备制作正宗的美式热狗 这是做热狗使用的全部食材 其中有花叶生 洋葱碎 热狗肠 番茄酱 芥末酱 27 把面包用刀切口 但不要切断了 里面放花叶生菜一片 生菜上撒上洋葱碎 再放上事先在炉里烤了5分钟的肉肠 肉肠上面挤上番茄酱 番茄酱上再挤上芥末酱 即可食用 美味可厚的 hot dog 做好了 里面还可以挤一些辣椒酱 美国的芥末酱和辣椒酱只是微辣的 很好吃 酸酸的辣辣的甜甜的 别有风味儿 我在旧金山居住时吃了好几年 呵呵 在人家那里 是最便宜的快餐食品 在咱们这里奇贵 使用的炉具 电烤箱 平体锅